大家好,我是金黄,名叫敏耀 也是来自Floence和林胜的组织 OK,来自Floence和林胜的组织 那基本上呢,其实我是怎么看到这个机会呢 因为当初我是有做过其他传交公司的 OK,我是知道我没有大学毕业 OK,只是中学而已 然后呢,打工了很久 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一定的能力 也没有文凭,什么也没有 要在这社会生存啊,一定是很难,很痛苦 要等升级啊,是很难的 OK,然后我打工了这样久了过后呢 我发现到真的,打工不会出头了 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不会做manager的啊,真的 然后呢,就如果做生意的话 我根本就这样没有这样的钱 吃都有问题,那也可能做生意 对不对,投资更加不用想啊 对不对 所以当初我就知道 要成功一定是在传交公司 OK,可是呢,当初我选择那个 传交公司呢,它是很好 美国公司,我很大 可是它大,不管我的事 因为我一直做做做做不到 因为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带领 OK,然后,呃,当初我一来到这里 来到艾康的时候,我是直接参加这个游戏 我就看到很强烈,很强烈什么叫 Team Spirit 我,我在感觉就是,我来到这里 我不是一个人 啊,我不是一个人,我很多很多人都会帮助 然后呢,当CBV Plus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一个,啊,一个 生意,啊,就是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单单只是像以前这样子 产品倒下 OK,然后呢,这CBV Plus我如何做到呢 真的,真的,很多时候,呃,人不会投资 是因为三个月云元 一,就是对公司没有信心咯 二,就是对团队没有信心咯 或者对上线没有信心咯 第三,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咯 所以我在想,当初我投资是因为 呃,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我的团队 我相信跟我讲说,哎,好 你如果真正的来 我们一定全力的帮你 100%的帮你 好,这样的话 我先,我一刷,公司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已经这样久了 OK,然后产品又降,啊,已经有见证了 OK,然后呢,就,呃,我相信我上线 然后,接下来,就是相信自己 当,呃,要closing,SB4 closing的时候啊 最后一个礼拜 我还查一套那时候 真的,那时候真的是很强烈的 相信自己一定会做到 因为呢,你当初就觉得,哎呀 反正最后一个礼拜啊,算了啦 还是不行的 如果,那时候我差一点有这样想法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呢 我肯定做不到 所以,当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还是,呃,最后一套我还是出了 我还是做到,然后呢 在SB4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mocheck OK,呃,不好意思啊 这个就是,呃,mocheck OK,然后呢,我,呃,上rally台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啦 在,在社会上哦 呃,一般的公司是 不会不这么容易的给你舞台 也不会这么容易给你机会 今天老板给你工钱而已 他不会跟你讲谢谢 你工作表现得很好 我会给你很多 不会的 OK,他不会appreciate你所做的东西 他觉得,我给你这样多 你做应该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呢,我感觉到这里 不一样 你做那一点点,哇 掌声够够力了 对不对 啊,所以,这里是可以给人的一个肯定的一个信心 所以呢,rally 不管是拿什么舞台 包括这个舞台 这个舞台也是公平的 也是属于大家的 啊,我只是一个很荣幸 很荣幸,因为啊 真的非常感谢啊,上线 啊,Florence跟林胜给我这样的机会 来自己做一个一点点的分享啦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 啊,rally 2 我不单只我要上台 还要上多一次 而且我会带多四个上台 好,那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之前 谢谢